大家好 星期二娛樂 今天是2022年6月19日 星期日 祝天下的爸爸父親節快樂 不過回顧50年前的6月18日 今天是19日 6月18日當年就是 觀塘雞寮安寺區和寶山道 發生嚴重山泥傾瀉的事件 其實當時1972年的6月18日 正正都是星期日 亦都是父親節 其實相信不少上一輩的人 起碼有50歲左右 因為他都50周年 香港人對這宗世紀天災 其實都很有印象 因為當時死了138個人 71傷 亦成為了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山泥傾瀉意外 因為剛巧我自己也有些朋友 住在翠平寸 或者觀塘以前雞寮的位置 即是住在那裏 或者那裏成長的人 就算他們沒有經歷過 沒有見過 即不是親身經歷過這件事 他們都一定會聽過他們的老一輩 老人家 講述過這件事 因為事後 去到時至今日 其實那個位置 起了一間廟 其實都 因為可能都 你知道我們中國人 都比較會迷信這些思想 始終真的是慘劇 原來這樣已經半個世紀五十年了 哎呀 一開始父親節 就講這麼沉重的歷史 今天父親節 都開心和爸爸去慶祝 說一些輕鬆的娛樂新聞 我相信 如果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士 的朋友 台灣男團F4當年的出道 是有多厲害 我想大家都應該不會否認 也有在裏面當中最紅的那個 賢成玉 其實他今年已經來到47歲 感情生活一向都很低調 不過最廣為人知的 就是他和林智玲的戀情 足足糾纏了17年那麼久 可惜都沒有走到最後 而這個林智玲 亦都和一個日本天團成員 結婚 生了個兒子 一家三口 還不知多幸福 說回賢成玉 今年初 賢成玉 其實都有認過一個 廢文女友 叫張希恩 他們曾經試過在15年的時候 被傳媒拍到他們 一起去美國 日本的同遊美日 隨後 賢成玉的確很大方 認了這個女方 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都算做默認了去拍拖 不過這段感情 亦都是無疾而終 張希恩更加在今年3月宣佈結婚 但新郎並不是賢成玉 剛剛都說過 其實賢成玉今年已經47歲 她參加一些內地的綜藝節目的時候 就說 她隨著年紀開始大 心態有點改變 她說很想早點生小朋友 她怎麼說呢 她說 這幾年的感受比較深 我很在乎朋友 覺得兄弟是很重要的 但你慢慢去到一個年紀 身邊的朋友大家都結了婚 你以前可以跟朋友隨時 都說出去喝杯東西 吃過飯 但是越來越發現大家的生活型態已經不一樣了 如果可以 我都真的很希望可以早點生小朋友 帶著另一半 和大家一起 例如去露一下營 都很好 我覺得很棒 剛剛說到的綜藝節目 當然是有其他人 其中一個就是 英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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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的樣子 很感動 總之就是大陸的浮誇 煽情的綜藝 反應 很難受 不過也有人現實一點 宋丹丹就立即潑他冷水 就說 你想像很浪漫 其實是很煩的 言成玉也有轉發到他們這段片 即是那些綜藝節目的片 他說 仍然是很希望願望能夠成真 感受一下身邊朋友結婚之後的生活狀態變了 他也都突然想早點 跟上朋友圈的節奏 享受帶著家人和朋友一起露營的浪漫 表面上說到這裏 好像覺得他終於收心養性 但我覺得聽起來越聽越不妥 感覺上 你是想跟上朋友的部分 你都是第一句說 最重要是兄弟 最重要是朋友 即是很重視這件事 其實你是為了跟上節奏 你才想生小朋友 想要老婆 並不是 或是你真的覺得自己適合 這件事很重要 聽起來好像英雄小朋友的反應 很感動 你收心養性 好呀 浪子 浪子終於可以 樂業歸根 但只要想深一層 其實是有點不妥當的 喂 嫁你的那個都真的會有點猶疑 老實說 難怪 每次新郎都不時理 林志玲現在跟日本的天團成員 多貴死浪漫 現在人家不知多幸福 多甜蜜 唉 依我說 你還是繼續杜明智 做你的不羈的杜明智 算數 延成玲未有著落 不過 內地女星范冰冰好像有些新戀情 他一百年的時候捲入了這個逃緒風波 列了去劣跡藝人 大家都知道 演藝事業一落千丈 他當時那個未婚夫更加和他分手 李神 可謂愛情事業兩失意 冰冰都不年輕 范冰冰今年都40歲了 近年就專注全力發展他個人的美容品牌 近日就有新戀情曝光 有內地傳媒拍到范冰冰帶著一個中年男子參加家庭聚會 兩個更加在街頭好像摸來摸去 你摸是我摸你 動作親力 絕對像是一個熱戀中的戀人的模樣 在短片裡面 范冰冰帶著一個中年四眼腦參加家庭聚會 離開的時候兩個人更加在路邊拉拉 手拉拉扯扯的 聊天 范冰冰有空摸他的肚子 男人有空摸起范冰冰的手 親一下他的手背 又一手抱他 親一下他的胸口 親一下你的額頭 看來也挺甜蜜的 不過這個男人也不是太差的 他也很有風度 還幫范媽媽拿東西 看來已經進屋了 和范冰冰一家都非常熟落的 而勁過偵探的網民當然是 喂 心髓很清的 這邊箱被傳媒拍到他們 家庭聚會員的親密動作 網民很火速把范冰冰 早前分享了一條露營日記的影片 去對比兩個男主角 坐在右手邊的男人 就真的好像被人拍到那個新歡的樣子 而在范冰冰分享的影片裡面 那個男人就全程都看著范冰冰 范冰冰有唱歌 他是幫忙打拍子 幫忙打拍子 然後范媽媽當時也在場 而網友的眼睛是多麼膩 發現原來 看看這個男人 四眼佬似乎是范冰冰 那些護膚品 保養品旗下的高層 曾經在宣傳影片上 現過新的 而更加眼膩的就是 網友還發現 范冰冰的左手無名指 是戴著戒指 更加成為了一個焦點 整條影片 沒有的 沒有的 我就覺得 站在一個女人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沒有的 是不是 就算有什麼劣跡藝人也好 有時候女人去到這些位置 我想找一個可以依靠的肩膀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54歲已經回到大陸發展的魏俊傑 曾經和一個小時候20年的 重慶妹叫張麗華 結過婚 不過其實他們都離婚差不多兩年 魏俊傑更加身兼無職 就獨立照顧她兩個之間生的女兒 不過呢 老婆仔 張麗華 不是前妻 生活多姿多彩 除了樣子 經常升級外 更加活躍於上流社會 廣闊眼界 這個張麗華厲害 下來香港之後 選男朋友就越選越富貴 今年3月曾經 因為一宗山頂道的襲擊案 牽涉到其中 大家都應該記得 令她和前法官 胡國興的小子 胡雅倫的戀情曝光 根據當時的報道 其實他們兩個 和胡雅倫都拍拖兩年 懷疑 因為感情問題發生爭執 男方提出分手 女方極力挽回 不過不成功 警方最後 以襲擊制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罪 拘捕胡雅倫 不過事隔兩天 張麗華又出post 澄清 只是誤會一場 而且與警方燒案 事實是怎樣 大家可以豐富一下 我們的想像空間 不過我為什麼說 這個張麗華厲害 無論是離婚也好 襲擊案也好 這些事都並沒有影響她 富貴的生活 張麗華離婚之前 其實已經投身了保險行業 更加是保險界 天后王玉環的手下猛將 聽聞她業績很厲害 日前張麗華和保險天后 王玉環一起衍生一個品酒會 張麗華穿得像貴婦一樣 全身行頭三十萬 包括名牌衣服 首飾等等 只是鑽石耳環都十萬 氣派像名媛一樣 真的很富貴 不過說真的 看張麗華以前的樣子 比較平凡 又不是醜樣子 平凡一點 不過近年的樣子又不斷變 原因是什麼 大家心知 一個女人離婚 可以扔下女兒 讓老公去照 讓老公獨力付兼母職 即估物論斷感情 是誰對誰不對 也好 大家很明顯知道她為什麼 老實說 好像魏俊傑一個這樣的明星 抱歉 應該就滿足不到她 素來對這種 內地下來的女生 也沒有什麼好感 的確是 為什麼要嫁給自己大幾十年的男人 又說我最喜歡說的汪小菲 這位先生 之前被台灣的狗仔 葛思齊 爆她一些在分內出軌的照片 之後 汪先生很無台形 立即跟葛思齊道歉 對方收手 誰知 就在17號那晚 汪小菲又在直播中亂說話 她真的很流行 我發現她跟她媽媽都很喜歡 她跟她媽媽張蘭 在直播中又說 有太多P圖和造謠的事情 這個網路上 現在都不想再多解釋 交給律師處理 雖然就沒有說明是什麼 她自己就只是說網路上有很多謠言 沒有說過是葛思齊那些照片 不過葛思齊在18號 即是17號開完直播 葛思齊在18號那天 在社交平台拍片回應了 在之前那晚直播中提到的P圖造謠 他葛思齊自己也說明 雖然我不會對號入座 不過也跟汪小菲說幾句說話 汪先生我的關都已經拆到靈靈 我隨時奉陪 我現在有的是時間 而葛思齊所謂為什麼說她有時間呢 因為葛思齊說到第一次 汪小菲說要告她的時候 剛巧就是她婆婆的頭七來的 現在都把所有喪事都搞好了 那就會有大把時間 更加跟汪小菲說 如果你需要幫忙的話 只要你跟她說一聲就可以了 我奉陪到底 好心理啦汪小菲 其實這件事本身都說完 這陣子我都沒什麼說 平時我一直跟進的 這件事都完結了 你又要拉出來說 你是不是真的覺得自己不見報 不高興 其實她根本就是臨作那些人 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 總之見報就是一切 是不是這樣呢 唉我都真的想不明白那些什麼心態 大SE 看回頭會不會 唉真的越看越覺得 怎麼會嫁了一個這樣的男人 當初 還閃婚 還這麼浪漫 唉救命 MC 之前跟兩個MV的女主角 一個是中卓榮 一個是陳銳華 而Santis走超級市場 被網民拍到 搞到全匪民 自此 張天庫就跟這個超市結下不解之遠 而近日又被人發現 她跟新女走超市 她兩個還不知走得多開心 不過今次的女主角 是這個 堪稱是年紀最小的富二代 即張天庫的Fans 叫富二代 就是李圓圓Lucy 她好像是李燦心的女兒 合作拍廣告 今天她跟Lucy媽不約而同 在社交平台分享這個廣告 廣告裡面其中一段 就是MC和Lucy去超市 狂購物 廣告商也算有創意 實行就把MC的緋聞放上桌子 不過難得MC當時自己又沒有介意 而大家看的時候又覺得有共鳴 OK的 Lucy媽就留言說 經常都聽見 Lucy什麼時候跟MC走超市 我們走了 希望你們喜歡 金銅玉女 Lucy在裡面說了一句 我的白馬王子 因為Lucy在廣告裡面說了一句 我的白馬王子 絕對是有感情的 網民的反應 OK的 正面的 都覺得幾搞鬼 我是張天賦 我也不是很介意 被人拿這件事出來 拿上來開玩笑 拿來拍廣告開玩笑 因為這件事對她來說 這兩件匪文對她來說 後來的影響很小 沒有影響到她的什麼 反而對女的影響比較大一些 而MC 人一樣照紅 哥一樣照紅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到這裡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與費贊助 拜拜